现在的世界已经是交流融会为一体的世界了。 很多中国菜、美国菜、泰国菜,都在全世界各地的餐厅都有涉及。 吃一家泰国菜、德国菜,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。 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人。 他在美国开设了中国菜的中餐厅。 一道宫宝鸡丁,让全美国人都耳熟能详。 他就是陈正昌,以及他的熊猫快餐。 如果大家去美国留学的话,可以问问你的美国同学,知不知道宫宝鸡丁? 答案是,大部分美国人都知道这道菜。 可能你会惊奇。 如果你对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有一些了解的话,肯定会更惊讶。 为什么呢? 你肯定会觉得,美国人最熟悉的菜,应该是左宗堂鸡吧? 左宗堂鸡是彭尝贵为了特地在美国的一位海军将军面前,宣扬我国的大国风采,又联想到英雄将领左宗堂。 就把这道菜叫做左宗堂鸡。 这道菜被设美国的居心格喜欢,从而也就被称为中餐第一菜的美誉。 下面呢,小编就来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中国的名态。 宫堡鸡丁。 还记得之前小编看过一篇报道,该报道中采访了一位外国的留学生。 采访人员问,你对中国是什么样的印象呢? 外国留学生回答,对中国的印象就是宫堡鸡丁。 宫堡鸡丁出名,那已经是肯定的了。 但陈皮基,在美国的销量更是不落后。 而上面的宫堡鸡丁和陈皮基,到底是怎么在美国这么出名的呢? 就是因为小编在开头介绍的那位神秘的人,陈正昌。 陈正昌的父亲是生在靠海位置的城市,会做饭。 后来跟随住国民党撤退到了台湾当厨师,可是难以生计。 被迫全家搬去了日本在中国的餐厅当厨师。 陈正昌那个时候,还只有15岁。 为了给自己一个出头的未来,去美国读书。 外语不好的他努力攻读数学。 虽然读的是数学,可是陈正昌却发现,自己哪怕是整个家族,都对开餐馆,有独特的心得。 开餐厅这个想法,萌芽一般的开始生长。 萌芽一旦开始,就注定会成长为大树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陈正昌开了自己的中餐厅。 父母是主要厨师。 他和妻子、妹妹,负责其他的事宜。 熊猫餐厅有了初步的雏形。 生意肯定会有失败。 刚开始,餐厅的营业收益很差。 优惠折扣都吸引不来多少顾客。 而中国人骨子里就擅长变通。 中国菜的精髓,自己还是没有挖掘到。 欧美的菜只有那几种。 可中国菜确实大有风格。 于是陈正昌开始了他的变革之路。 陈正昌既保留住了中国的核心, 却也开创了美国人喜欢的风格。 一、店铺设计中国风格却放美国摇滚音乐。 二、贴心的中国式照顾。 比如如果客人满了, 那就送一些小餐品,来留住客人的心。 或者像我们现在的资助餐模式一样。 只不过菜不够了。 陈正昌会主动地送上菜品。 让客人惊喜,又倍感心切。 这两点让陈正昌的生意一成火爆。 最终,熊猫快餐成功起航。 熊猫是中国的代表物。 而且当时恰好中美建交中国, 赠送给美国两只熊猫。 美国人备受喜爱。 陈正昌就立马将餐厅命名为熊猫快餐。 熊猫快餐最受美国人喜爱的就是公宝鱼丁和陈皮鸡。 咱们传统的陈皮鸡, 是与熊猫快餐的陈皮鸡不同。 咱们传统的陈皮鸡, 需要很多的干辣椒。 而熊猫快餐用甜辣椒来代替, 符合美国人的口味。 陈皮鸡是被新鲜的橘子皮多取代。 橘子汁配上炸鸡块。 酸甜可口。 味道略变淡方式不变。 还是中国的传统烹饪方法。 改变调料的配置。 做出独特的口味。 口味改变。 陈正昌还为了特色制作了筷子。 这让熊猫快餐快速崛起。 成为美国每一处的亮丽风景线。 熊猫的标志在美国发扬。 中国菜的独特口味。 是很多在外华裔对祖国的怀念寄托。 熊猫快餐给这些在外的华人怀念家乡的机会。 成功把中国菜做成了全球规模极其大的连锁快餐店。 拥有两千多家分店。 涉及全球。 但除了中国。 很多人会问。 为什么不来中国? 陈正昌不是中国人吗? 不来中国。 做出的中国菜怎么会正宗?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。 大家都知道。 一个物品在很多家都同时销售的话。 就会一文不值。 同样。 如果熊猫快餐来中国发展。 遍地是中国开的地方。 熊猫快餐何来特色之处? 就像是在重庆开火锅店一样。 遍地都是火锅店。 哪来的特色去吸引顾客的目光呢? 成正昌的熊猫快餐。 用中国人骨子里的变通之法。 数学的精巧算术。 创就了今天的熊猫快餐。 既有中国菜的精髓在内。 还有创新的变通在外。 把中国菜的精髓以及名气发扬到了全世界。 这难道不是一种爱国的方式吗? 中国菜并不是要固守住原来旧的东西不去变通。 而是要既保留我们中国菜的古人精髓,也要积极变通。 这样我们的中国菜满汉全息这样的精华文化,才会永流传。 在小编看来,熊猫快餐,真真正正的称得上中国人的麦当劳。 。